淡海新市鎮是淡水人口成長最快速的地區 所以立委侯孟凱7月11號在淡金路旁就成立了北海岸服務處 會選在這一天啟用就是希望如同便利商店一樣 隨時隨地都找得到人 不但讓民眾更便利,服務也不打烊 淡海新市鎮是淡水人口成長最快速的地區 也是連接淡水三至十門北海岸的重要樞紐 因此立委侯孟凱選擇在7月11號 淡海新市鎮淡金路旁成立北海岸服務處 會選在這一天就是希望如同便利商店一樣 隨時隨地都找得到人 不僅是讓民眾便利,也讓服務不打烊 要落實跟告訴我們所有鄉親 我要深耕地方服務鄉親的決心 也因此我們整個北海岸就是在我們淡水這個地方的服務處成立 那今天剛好是7月11號 除了是取7-11的精神以外呢 也是在1月11號的時候這半年前 感謝大家的支持鼓勵 讓我有機會為大家服務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擴大我們的服務能量 希望大家有事來生吹,無事來訪地 在開幕茶會活動會場 新北市副市長也特別代表市長來祝賀 另外國民黨新北市黨部主委 還有在地的許多議員也都出席參與 而副市長謝政達表示 希望未來新北市透過立委和孟凱作為地方與中央的橋梁 為地方爭取更多經費,來為新北市打拼建設 未來我們繼續跟孟凱來合作 讓我們所有的建設能夠最快的時間能力達成 讓我們在中央獲得更多的預算 我想孟凱年輕有為 那我想戰鬥力已經不在話下 我們慢慢地培養他 大力地支持他 讓他未來有更多機會 為我們的台灣 為我們新北市 為我們國民黨來打拼 我想孟凱一直念之在之 就是我們淡水培案鄉親 所交代他 所託付他的很多的事情 他都一一地在了解、在關心 所以他只要有利 我們前面拼起來要拼 他死都要拼 但是我們不能讓人求 所以我們地方 你毋頓這六個 你要好好拼 最重要的就是服務 非常非常好 剛才我們的蔡前議員 還有我們協務市長有說過 孟凱立委這麼做幾個月而已 他的成績表現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多 孟凱表示 北海安服務處特別選在 但進入二段上面 除了是在地淡水心虛症 重要發展的基地 也讓巴黎三區十門的鄉親 更加方便 實現對於鄉親的具體承諾 而未來也與 最同道和專業與熱誠的夥伴 共同打拼 將更好的服務帶給大家 晚安 其中 Ética 看到 suspended 像中文 千萬 當ós 你們